閃燈直接的對對的人面對面拍攝的方式 這種拍攝的方式其實很勇敢 尤其是同學們自己的練習過街頭攝影 同學們都不太敢拍人嘛 都遠遠的拍啊 對 或者是 很害怕被拒絕 或者非常害怕被害 所以隨到的這個人像 我覺得他剛才就是要做的 會給同學們一些新的想法 然後其他到底怎麼樣去對面 怎麼樣去拍攝 就是這麼近距離用閃燈的方式拍攝 而且他也不害怕拒絕 他可能他前天 我們的工作上也問過他是不是拍照的過程 常常被拒絕 他都會常常被拒絕 但是他也是繼續拍攝 以他的方式 那今天有最好演講 要謝謝好幾次 要請教師 他會再花了一個月 在這次拍攝 資格 教師 我現在要請給他 證書 他來拍攝 證書 本來應該是在師體講座在學校 學校這兩個禮拜面的現場收錄 所以就有現場的講座 請到水島主要是因為這幾年我們地下藝術公間 都會請一位駐村的藝術家 這幾年就聚焦在日本、韓國 尤其日本 我們會從第一年出入麻葉、麻雅 然後再過了阿雅、阿雅、桃瓦米 然後還有在冥林 我覺得日本的攝影家就會非常強 而且他們會在創作跟製作 還有不是 不管是內容還是形式上的這個環境 我覺得也是一個環境 我會一直以而在 在四個任期間要請說 日本的攝影家來台灣駐村 尤其我覺得對台灣應該是一個很大的交流 還有衝擊 應該可以這樣看 那這次水島台一個月 大家可以稍微關注一下 我們會在四月三十號 水島台湾 就是它這一個成果展開 請大家來關注 那剛才羅老師也提到 就是衛生剛好二零八到東京 那時候其實還不認識誰呢 其實因為那個神高良是在那個展覽裡面 然後他們就低邀說 要不要來東京看展覽 那剛好有這個機會 就回到東京 然後印象非常深刻是 那個展覽大概看了三個多小時 嗯 我 你事實上非常強烈的過程 等於在我們是拍攝上 還是後製的衝擊 但是突然像羅老師講 後面有一大片牆 為什麼有一個非常像街頭攝影 這麼 我們講的有點很白色 但是我那時候印象很深刻 就這些人好像是陌生人 但是為什麼可以取得這種情況 因為我們有三萬多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好像不太短 尤其在現代陌生人 人之間的距離可能是因為時代的有關 而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其實人之間的距離 尤其面對所謂的陌生人 有些還是很陌生 我覺得是想當副總比 那這樣的創作 對然是蠻細胞 也有點像是一個時代的一種 我們是看到人還是人之間的 我們怎麼去接觸 那個接觸之間的掌握 我覺得在水島作品裡面 如果說大家有機會的話 那除了他待會介紹之外 4月30號也歡迎大家來看 看他的場合 我覺得大概簡單做一個 請大家先掌聲 歡迎水島先生 那他以為 如果你有這樣的意義 就舉手有個手 對可以舉手 或是把電台電影響 那原則上大概一個半小時 會在最後20分鐘 開放給大家來問問題 所以你不用擔心 就是黑箱好 然後你問什麼 老師可以介紹一下翻譯 翻譯 本來叫黃什麼 黃韻 而且叫黃韻 現在叫楊宥瑞 有改名字蠻大的 那也是在地的傳播 我記得第一次接觸應該是 對 對 那現在邀請到六位 謝謝 那我就開始 開始 開始 開始嗎 謝謝 謝謝 先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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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應該應該 有點想說 對 是嗎 那 他說剛剛已經被老師們 介紹了蠻多關於自己的事情了 現在他應該 如果做自己的介紹 他現在在想 他要從哪裡開始 首先 那個謝謝 謝謝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謝謝你們 那個 來看我的演講 雖然 我的 我想 自己 用自己的中文 介紹我的作品 但是 我把耳機打掉我現在聽不到 嗯 這樣比較有進去嗎 嗯 那個優惠你們 那就是水老在講 你有沒有可以接 哦好 因為我 我也聽到好像 有一點 哦 不好意思 嗯 OK 啊 啊 沒關係 換一遍嗎 嗯 那雖然 我想 用中文介紹 我的 作品怎麼樣 為什麼 來台灣 為什麼 在台灣 衝突 嗯 可是 我的中文還不太好 所以 今天 他幫我 他幫我 翻譯 所以 所以 嗯 沒關係 呵呵呵呵 就休息吧 OK 那 開始 開始 2020年 1月 台灣 製作 他從2020年的1月開始在台灣有拍攝許多的作品 一度も日本には帰ってません 這中間從來沒有回到日本過 コロナの影響で ビザが 僕のワーキングホルデービザが延長された時に まあ まあ 日本に帰らないで 台湾で 制作をしよう 続けようって 思いました 決めました 因為 疫情的關係 所以他的 簽證被延長了 那時候他有考慮說要回日本嗎 還是繼續留在台灣 那最後 選擇繼續留在台灣 繼續創作 這樣 私は 台湾で ままちとそこに生きる人っていうのを主な題材として 写真作品の制作をしています 他在台灣拍了許多關於街拍的作品就是 拍了很多路上的人啊 是路上的一些他就有趣的事情 まあ 今日の重複賞では 過去の作品から現在の作品の紹介を通して まちとそこに生きる人っていうテーマを なぜ どのようにして 撮影しているかっていうのをお話し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那這一次的講座主要是想要介紹他 過去到現在的作品 還有關於他的接拍的作品 也會介紹到就是 為什麼我要接拍 這樣子 時間は大体2時間ぐらい予定しています はい まあこのプロフィールを紹介しょうと思ってたんだけど 先に紹介しちゃったから 甚麼ことできたか okokok masters 社群人 ga sepaino 但是刚刚已经在街上坐了 他就先分享他的作品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先说明一下 先说明一下 这是我还在 東京的TOTEMPOL PHOTO GALERY 公園 他在東京有開設這個藝廊叫做TOTEMPOL PHOTO GALERY 看到嗎? 大家有看到那個畫面嗎? 這裡有看到嗎? 有 OKOKOK 好 我們在東京和新宿區運營 写真家十幾名都集中了 這個在東京新宿區經營的藝廊 總共有大概十幾位的攝影家在這裡一起經營藝廊 那這個團圓裡面呢我們除了會各自開一些各展之外 還會有一些國內國外的一些展覽在這邊展出 那現在在這個伊朗裡面有日本、中國、韓國、美國四個國家的成員都在裡面這樣 那現在我要介紹關門在中間 主要在這個一覽一覽的活動 現在應該做到追跨面的活動 請看 現在展示 saw the photos 我再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 看下 我先在2015年 我先在TOTEMPORO POTOギャラリー 我先在TOTEMPORO POTOギャラリー 我先在TOTEMPORO POTOギャラリー 我先在2015年 我先在TOTEMPORO POTOギャラリー 開了第一次的作品作戰 我想要從這邊開始介紹 このギャラリーで こうして作品制作を 1年に2回ぐらいの TOTEMPORO POTOギャラリー 在這個藝廊裡面 我們大概1年會展出 2次個人的作品 僕の写真展の特徴としては たくさんの写真を使って 展示会場の壁を全部埋めるみたいな 写真展をしています 那我的作展的特征的話 就是使用了非常多的照片 然後把展場布滿的方式 去做一個展出 こうして回数を重ねることによって 自分の作品のスキルアップをしています このギャラリー ところが台北で 写真展古典を開催した時の展示です 那現在這個頁面是 我在2008年台北的蓬丁 作為個展的時候的照片 ギャラリーの 自分のギャラリーの活動とは別に 海外で写真展をしたりとか 東京都内の違うギャラリーで 開催したりとか 東京都内ではないわ 東京都内では特典 美術館だけです そうですね はい 那 大家除了在自己的 伊朗有展覽之外 還會在各個國家 比方說在台灣和中國 都有做過展覽 然後也在日本的美術館 有做過展覽 先ほど 多分紹介していただい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 これが東京の六本木の 2-1-2-1デザインサイトという 美術館で開催された写真展の様子です この展覽は ウィリアム・クライムという ニューヨーク出身の すごく有名なので もしかしたら みんな知っ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んですけど ウィリアム・クライムという 写真家の人を メインにテーマとして 扱った写真展です 那這個展覽呢 主要是 一個 美國的 アメリカの ニューヨーク出身 在紐約出身的 一位攝影家叫做 ウィリアム・クライム ウィリアム・クライム 展覽 為中心 あと 其他的攝影家 一起 联合的共展 この上に行って 這個在我來台灣之前的前一年年底 2019年年底的時候 我在中族的連州有參加這個攝影的展覽 欧米先生 這個在臉中!!" 他在連州的展覽 是有分了3個地點 同時在對這個展覽 然後他們的場地還蠻特別的 像隋道先生他在展出的地點是一個做協制的工廠 那他在那個做協制的工廠展出他的照片 ちょっと他の会場のこと忘れちゃったんですけど これで一応展示のまた紹介は終わりにします もしなんかもうちょっと見たいなって言って web サイトの方もまた見てください 但是其他兩個的人是什麼樣的地方他現在不太記得了 那他作品就介紹到這邊 那如果要繼續看他作品的話 請到那個他的網站去觀看 好 等一下 好 這麼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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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同期呢 他就是在那個來台灣之後 在台灣做剛剛那個展覽之後 然後開始拍攝的一些他的接派作品 那他的接派作品有風格在這個時候 裡面有展現出很多他的直覺性的視點 還有他反映出他直接直覺性的拍攝的東西 這樣 那才能演技術っていうよりも 魯老師想要的問題 那我再問一下 因為很多的影韵給你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或者你有沒有看到什麼樣的建議 因為影響你之後拍的方向 就是像 Command 記憶在這個選擇 那理由影片的主題 而且剛才人的事情 跟一些影響受接受接受到的 影響受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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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的 因為太陽受接受接受的接受接受的 影響受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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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的接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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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節體 在那裡參加過程序派的 作品? 是的 作品的方法 在那裡參加過程序派的 作品的方法 ずっと変わらない ずっと変わらないですね 特に影響はない 影響? もしかしたら言葉の意味を理解できていないかもしれない というか、変わったもの 変わったものを作品に対して でも、今の質問をするんじゃなくて 多分、ちょっとここからの流れが 多分、質問の答えがここからの流れが 引っ込まれるかもしれないから ちょっともう少し 聞いてもここにもかもしれない 他沒有想出 就是在那個 那個活動對他的影響 是什麼? 他的拍攝風格一直沒有做太大改變 然後、關於這個問題的話 或許在 我們繼續 觀看他的作品、觀看下去 會發現說 他其中的改變是什麼 可以嗎? 可以嗎? 不好意思 その台北での賞を受賞してから 台北で個展を開催したりとか 台湾に来る機会が 何度かありました 因為有在台北的活動 有介紹到自己的作品之後 那他有想要 就因為那個活動 他想要在台北那邊 做一個自己的個展 然後也得到了這樣的機會 對 その旅行の中で 台湾のことが とても好きになりました 那也在那一次的旅行中 深刻的喜歡上台湾 はい 僕がテーマとしている 街とそこに生きる人 人々の暮らしだったりとか また生活のエネルギーの密度 というものが 東京に比べたら 僕が住んでいる東京に比べたら とても高いというか 密度が高いなと というのを感じました その場所は 和東京不太一樣的地方 是這樣子 でもすごく そのストリートに 活気が溢れているからとても すごくワクワクするんだけれども その反対で 日本とすごく似ているところもあって その反対で 安心感というのもすごく感じて そこに僕は台湾の 居心がいいという感じがありました 那因為在台北那邊 大家都是非常的表露無遺的 在過生活的那種樣子 讓他感到非常的興奮 拍了很多照片之外 在這個部分的另外一面 就是他的反問 也讓他感覺到 跟日本相當的相似 然後讓他覺得非常的舒適 所以他很喜歡台北的地方 そこで台湾に自分の写真の撮り方を持ってきたら すごく合う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 そこから少しずつ 台湾に活かしてみたいな って思うように 那因為在台湾的 大家在台湾的生活方式 他認為非常適合他的拍照方式 就好比說他都是用閃光燈 跟接拍方式直接的去拍攝 被拍攝者 那台湾人比較 比較不會 比較不能夠接納 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他覺得 跟自己的拍攝方法 比較相似一點 那他就留在台湾久一點 繼續他的創作 那當然在台湾與日本之間的距離 その大きな生活エネルギーっていうものの中に 自分もね 参加して 写真を撮るなら まあ実際に暮らして 写真を撮るっていうのが 一番ベストだと思うし 僕もそうしたいと思ったので Walking Holiday Visaを使って 台湾で暮らし始めました 那 但是我比較想要就是 在台湾過生活 然後深刻的去體驗 台湾這個地方 所以我就辦了那個 Walking Holiday 的簽證 在台湾做了下來 まあそれちょっと話が 話が戻ってくれば まあここからまず 先ほどの話に出てきた ローマークタウンの 作品を紹介を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好 那我們回到話題 來現在來介紹 ローマークタウン的作品 この作品は 僕の ごめんなさい もう一回戻ります この作品は 僕のデビュー作ですね 2018年に 流通出版と写真集として このような 形で 写真集として 出版されました 那 この作品は 僕のデビュー作ですね 2018年に 流通出版と写真集として 写真集として出版されました 名古彫とミカオ自身 代表作名etinemetery missed 第一次出版 前週宇 той それがそのデビュー作名 launch第一次出版的作品 初版本専居の経験 那這個就是一般在市面上上賣的作品機的樣子 那這本書裡面大多是記載它在東京所生活的大田區的照片 那也有記載它當時在東京的社古區拍攝的一些照片 那這個Long Hong的這個作品的主題它是在社古拍攝的時候想到的一個 那像在中間的社古有點像在台北的西門 那這本作品裡面有從它2010年開始拍攝的作品就是拍攝像在街頭裡面的劇集的人 那現在要跟大家介紹我在社古所拍攝的照片 啊 因為可以 那我先開了嗎 嗯 表示給我看 嗯 等一下 對 對 對 就先把握一下 我先把握上去 好 再把握上去 我再把握上去 再把握上去 再把握上去 是什么? 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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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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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會外面播放這個照片 那他會慢慢的 我剛好走在社土的街道上與他們相遇了 那在我拍攝他們之後的那幾天 我就會把我拍攝他們的照片送給他們 那因為這樣子我們就關係有變得比較好 那我在這些街道上走走走走 我向他們說不好意思可以讓我拍一下嗎 然後這樣子給他們請求一下 然後就每天我都會去社土那邊 然後跟他們遇到之後再拍攝他們 那有時候也沒有拍照 只是去那邊然後跟他們坐在路邊邊喝酒邊聊天下 那他們是一番最初是奴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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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大多都是可能在社會比較底層的人 就是可能還不知道自己生活的中心在哪裡 或者是自己的社會地位比較沒有那麼的高 那會覺得自己或許有一點寂寞 想要找一些同溫層而聚在那邊 然後跟他們在街上走到的人 從外,去那邊過來走到店 然後去那邊去那邊 那裡會把那裡在街上走到外面 他們給他們的那裡 那他們自己的地方 進去那裡 就是把他們的地方都在出現 它們想要走出去 那這些名字 那他們說說社土的街頭就是他們 能夠感到舒適的一個家 家 家 讲哈哈 уч定的感觉现在是很不错 差点 只是差点 但还是不错 为什么不错 就是 我自身 那当时我 而是 作為写真家作為活動 如何作為写真家作為活動 在模索的時期 那我剛剛的時期其實也是 算是我在 猶豫 我到底要以什麼樣的方式 成為一個攝影師 或者是我應該是 要走什麼樣的風格的攝影師 那時候他正在猶豫期 但有一個不便的地方是 我就是想要拍攝任務 所以我也是 我都在這場地 自分的居場 找到自己的風格 從這個地方開始 然後尋找到我自己 那我透過我為他們拍攝 我感覺到 我跟他們之間有一些連結 那這部分讓我覺得非常開心 那在拍攝上面的時候 對我來說是有一種 我好像回到青春期 一種很青春的感覺 其實我在國中的時候 我唯有一個 就是潘泥奇不太想要去學校 一直都帶在家裡都沒有去上學 那時期我跟幾個朋友 拿著睡袋 然後在街頭上睡覺 或者是去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都會有一些集齊品 然後就調了那些集齊品 我就去跟他們一樣那些集齊品 然後填飽肚子過一下 過了那時候的生活 那個時期呢 我遇到了很多在街頭上的朋友 然後又有街頭上的朋友在介紹他們 其他的朋友在一起聚集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是街頭的關係 我與街頭的關係 我與街頭的關係 就慢慢的擴展 那時候我沒有地方回去 所以有一個學長讓我去住家 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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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長 不是學長 前輩 不是學長 不是學長 前輩 不是學長 前輩 是在路上遇到的前輩 那後人的衣服 那那個人的家裡呢 有一面牆 是貼滿了很多人的照片的一面牆 那些密度相当于就是根本就是没有空白处的那种密度的感觉 那个照片是那个人所拍摄的一些人的照片啊 朋友啊或者是就是路人啊什么的 那那个照片里面也有拍摄过和我的朋友有记照贴在那个墙上 那在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对摄影这件事情想到感动的吗 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那时候看着我的照片在那面墙上的时候 和其他陌生人排在一起然后我们一样都笑着在那面墙上 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是有一种莫名的连接感 然后觉得非常的感动 在我中学时期看到的那些照片就是在那个墙上的照片在我心目中还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然后也让我记得那时候在街道上他们生活的时候 那就在我这样子继续接拍的过程中有一位女性来和我答话 那那个人也是有一些故事然后有些缘晕睡在街头上 不过他的性格是非常的阳光性的 然后很乐意跟大家做交流 那那个人每次在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都会给大家一个深深的拥抱 然后才会这样讲 那那个时候他在被那个女生拥抱的时候也有听他就是那个女生在拥抱 每个人的时候他都会说我们来做一个long hum 那他听到这个long hum的词的时候就直觉的反映说哇这个词真棒 那现在我们在街道上认识的这些人其实我们也不见得他们知道他们的名字 他们住在哪里甚至也不知道他们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でもなんか彼女は抱きしめ long hug して抱きしめればそれで分かり合えるじゃないみたいな なんかそういう風に言ってるような気がしました 抱きしめれば理解し合えるじゃないみたい 那现在那个女生给我们大家的long hum的这个表现 就有一种透过这个拥抱我们就可以认识第一次的感觉 僕はロンドハグっていう言葉を聞いたときに 温かくて切ないなっていうそういうイメージが なんか持っている言葉だなと思いました 切ないって何だ? 切ないって何だ? 切ないってちょっと難しいかな ちょっと切ないって何? 分かんない じゃあ温かいとか安心? うん、違う 切ない 温かいのちょっと反対の意味がある 温かいんだけど切ない 切ないちょっと悲しいっていう意味を含んでいるけど そうでもちょっと違う エモーショナルに近いのかな 難しい 悲しいみたいな 悲しさと懐かしさと 切ないって結構日本語の特有の意味なんだよね はいはい そうだからちょっと難しいのかな 切ないでも日本人はすごく伝う言葉 はい はい 不好意思 那個 我剛剛問他那個名詞的翻譯怎麼說 嗯 他在被那個女生隆好之後呢 他有一種非常溫暖 然後又有一種就是很貼近心理的感覺 嗯 就是蠻深刻的觸動到他的心的那種感覺 まあそれからもしばらく写真を撮り続けていきたいんですけれども まあみんなその警察に捕まっちゃったりとか 時間とともにね どんどんその渋谷の居場所っていうのがなくなっていきました 那在那之後我也是持續的都在拍照 不過 嗯 在這 這些期間之内 有的人 會被警察抓走了 或者是 就被少尖 那 那個 街頭 我們在街頭的 這個聚集的場所就 慢慢的被減少了 まあみんながそうやって シルエアの街にいなくなってからは 僕は何を取ろうかなっていうことをすごく考え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一旦ここで減少して OK 那 那 因為大家就是慢慢的被掃接之後 在 社股區 能夠拒絕的地方 已經越來越少了 那 就讓我在思考說 我應該 要拍什麼好呢 でもやっぱり とりあえず 写真展を開催しようと思いました 先 何を取ろうか ここからどうしよう っていう時に まあとりあえず ここで写真展開催しよう って思いました そろそろきはいくつですか 2015年 6年 16年 16年ぐらい はい 那 那個時候 我也 就 沒想那麼多 反正 找不到電話拍攝 我就先開一個個展 在2016年的時候 總而言之 反正我就先 開 開設個展再說 それがまあ第一回目的 ロンガハクタウン っていう っていう時 まあ まあ その時に ロンガハクっていう言葉を まあその写真展開催する時に 思い出して まあそこから そこのロンガハクっていう言葉に 街っていう言葉をつけて ロンガハクタウン っていうね 作品のタイトルになりました 那 在那次的展覧 是用ロンガハン 跟 街頭的 英文 就有點 像 Town 所以他用ロンガハクタウン 去命名 他的展覧 まあ その Town ってもう一つ 街ってTown とCity 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 そうですね CityじゃなくてTown だったのは まあ まあ その自分にとってその小さな その居場所っていうところから まあ こう 作品っていうものを 始めたいと思って ロンガハクタウンっていう方に その Townにしようし はい はい まあ うん 對他來說 他的那些 就是在街頭上 拍攝的那些 場所 是比較小的範圍 所以他想要用Town 這個名詞 而不是City 這個名詞 去做一個命名 まあ その渋谷の で始まった写真の物語の続きを 撮る場所として 自分の生まれ育った町の 東京都オタクを 撮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渋谷でこうやってみんなを 撮影した作品の続きを 撮る場所として この みんなが渋谷からいなくなっちゃった そうですね その続きをどこで撮ろうかなって 考えた でそしたらその時に えっと オタクを撮ろうって思った なるほど はい 那因為在那個社谷拍攝的地域 貝草街道 就是 沒有地方可以拍了 之後呢 我就想說 回到我自己 住的地方 在大田区 東京的大田区那邊 拍攝我住的地方 這樣 でどうしたかというと 自分の記 自分の記憶がある場所 って言ったら 東京都オタクぐらいに 思いつかなかったから 東京都オタクを 写真撮ろうっていう 思った な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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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めんなさい えっと まあ ここから 本番の ロングハグタウンの スライドを 流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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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 先に 先にこれを開いて 開いて うん 分かってきたよ はい コメン えい うん そう コメン えい ん ん ん あれ どういうの? なんで なんで くぐるミッキー 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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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 いい きょう い 牠 ヒ おっ これ 請問一下 對 對 對 我想問說因為都是拍肖像的 人物肖像 那因為現在就是 這種人物肖像 財產權 非常的 可是他如果要公開展示了嗎 而且就是藝術家是 有點可能比較像 朋友 但是有一些人其實就是他 你可能只見過他演員 那這種 如果你在事後想要展示 他的肖像的話 你的做法都是什麼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 想要問 藝術家是有在想 攝影文力的問題嗎 就是 你與被攝者之間的關係 思考 那 另外一個問題是 想要講 可以 謝謝 謝謝 好 好 他在拍攝被拍攝者的時候就會先告知被拍攝者說 我會把這個作品拿去做我的展覽這樣子會先告知對方 所以不管是他的朋友還是只是只見過一面的人 他都會先取得對方的同意 你可以接下來的問題 另外一個是有在思考時 就是攝影者配攝者之間的倫理問題 請問倫理問題是 類似攝影的角度 他自己怎麼觀看這些人 或者是 因為好像會出於一種戀愛 或者是一種同理 覺得想要攝影 想要攝影他們 你的問題是 倫理問題是就是 或是攝影者之間的關係嗎 對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 層上的問題 是因為現在就是很多口頭告知 就是他最後會變成 好像是不是需要一個書面 就是文件 就是類似 想像權的讓度 對 對 對 這種 好 我問你一下 好 如果有кт� 如果需要讓人 做愉快 所以 看 dar 或者看見到的李玉她的 gjith上 看的 どのようなインターバの作品 事件上的想像是 基本的視点から 視点 光路上的 嘛 按照片 但去眼攏 demand 有非 48 50 是 有 看 我好像... 哪有些人... 作品を進めるについて 何を見るかっていう視点が ちょっと変わっていった 最初は例えば ちょっと怖そうな人だったりとか 渋谷で撮ってた人達 みたいな人だったりとか ロングハグダウンに 変わっていくにつれて 見方というか 人を見る客観的視点が どんどん広がっていってるから 現在のことを 聞いてるのか どこの渋谷の時の 聞いてるのか というのが 作品ごとに 広がっていって言われますね はい 那在他 對於他與被拍攝者之間的 關係 倫理問題上 他在每一個拍攝的時期 都不太一樣 比方說一開始 他只是想說要拍一些 看起來有一點 可怕的人 或是看起來 那種張力很強的人 就只是看到然後就想拍 往後作品也會有 每次看到每次的 不同的 想像或是不同的感受 而去選擇去拍攝 あと質問があるのは さっき言ったの 声をかけて これを展示会に展示するよ って ただ言葉だけ 名刺渡す 要するに 名刺渡せば 僕がどんな活動しているか というのを大体 分かるわけ ああ 文書とか はい はい 那 他在拍攝的 跟那個拍攝者 被拍攝的告知說 不好意思 沒有開到麥克風 他在跟被拍攝者告知說 我要拍攝你 然後我會把這個 照片拿去我展覽的時候 會給他一個名片 讓他們做一些後續的聯絡 但是他們不會有一個 明定的文書的契約存在 はい 大丈夫大丈夫 まあちょっとローマークタンスライド ちょっと見てもらいます あの現在要播放ローマークタン 的那個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まあもう説明したんだけど まあこれは東京と大田区を撮影した写真で 東京と大田区 まあ渋谷から東京と大田区を撮影するように変わってたらは まあこう まあ今話した通り まあ街中に出会うたくさんの人 今までよりもたくさんの人に声をかけて 写真を撮らせてくれませんかって 声をかけて撮影をしていきました 那這些照片就是 像我剛剛所說的 我在路上 我在大田区的路上 所遇到的人 然後遇到他的時候 就會問他說 可以讓我拍張照嗎 まあその毎日その 繰り返してる時に ローマークタンっていう作品の世界っていうのが 今その作品世界の中に まあいろんな人が入ってくるようになって どんどん世界観が広がってくようにしたい 那在我在大田区拍ローマークタン 就是在大田区拍ローマークタン 這個過程中 因為每天我都會去拍 然後拍著拍著之後 這個 嗯 作品的 擴展度就會變得 越越 廣闊 因為 每天遇到的人不太一樣 太一樣 でまあ さっきもちょっと話したけど 大田区で撮影を始めた 最初は まあ 最初は渋谷にいた時 同じように 渋谷にいた時と同じように なんかこう 事情を背負っている人や ちょっと怖そうな人だったりとか ホームレスのおじさんだったりとか まあそういう人々にも そういう人々に最初は声をかけて撮影していました 最初は最初は はい 那在大田区拍攝的時候 我也是像在那個 社谷区 一開始在社谷区拍攝的時候一樣 我會先找一些像是 嗯 在路邊 有一些 因為一些情況而 待在路邊 比較久的人 或者是 無家可歸的人 或者是 就是 看起來比較凶的人 比較可怕的人 或者是 一開始會先找這些人 台 ま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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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なんですけど まあ 穏やか まあ 就是 東京的最南邊的一個區域 是 東京比較 遠一點 比較 鄉下 一點的地方 なのでちょっと 街並みが全然渋谷とは違って 穏やかな 街並みをしているんですね 那 那 這個 這個地方 它 跟那個社谷区有蠻大的一個差別 就是 呃 還算 生活的比較快 那一點也比較 沒有那麼的 呃 豐富 そういう穏やかな街並みの中で まあ そこからいいなってまた思った人に 惹か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って まあ いろんな人を取るようになった そこで まあ そうやっていろんな人を取ることによって その 街の景色というか ロングハグタウンという 街の景色がどんどん変わっていった 難しい 那 在我在拍大田区的時候 也會 慢慢的去感受這個 比較 相較於較緩慢的大田区 然後也慢慢的 呃 感受到更多的Long Home 的這種感覺 就是 跟社谷区比起來 比較不一樣的那種 那種 呃 街頭的感覺 そこから えっと 僕は ロングハグタウンという作品を えっと シリーズとして トーテムポールホットギャラリーで 全部で5回にわたって展示をしました 那 在這個 preach 剛 Aroundhound McCown 的作品 里面我大概展出了有五次左右 えっと そこで 就是幾次的展覽 大家會稱為我為拍攝街道的攝影師 就是街拍攝攝影師 最初是小小的自分的居場所 录製的作品 總共長時間絕對自分的攝影師 自分的攝影師 街上的生活者 所謂的主題 那也在這之中 從我在拍攝我自己感覺到很舒適的場所 就是從我感覺到我舒適的場所 去當視點去拍攝 轉變到我去拍攝其他人的那種 去感受他人的感覺去拍攝的過程中 在我拍攝幾次展覽之後 有這些改變出來 那我就從我在國中時期的時候 看到就是前輩 前輩在他的房間裡面 有貼了慢慢的那些照片 其中裡面也有包含我的照片 那個開始 然後慢慢的擴展了我拍攝的視野 那在我拍攝這些街拍的作品之中 我也想像前輩一樣 在牆壁上鋪滿所有的照片一樣 這樣子去做一個展覽 那這也是為什麼在我最初的展覽的時候 我也會用這種方式 就是把照片鋪滿的方式 在牆上所呈現給大家看 那我們先介紹 這邊有人有想要提問的嗎 好 先收拾 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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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observ我 哦 ito可以 這裡呢 哦 可以在門 OK OK extraordingrund人員 我拍攝的第一眼 increment人員 總共會怎麼這麼遇啊 いっすい 是不是 signed とか看別的人吧 相反的 是不是 Mayor體系的人 嗯 當然 當然 對 但是他刻意這樣去拍攝 對 為何こういう設定で撮ったんですか 為何こういう撮り方で撮ったんですか 人を撮る時 面對 啊 要するに あれか 動きを撮るんじゃなくて声をかけて写真を撮る 例えばこの写真はこの人の照明とか 僕はやっぱり人々のその表情っていう 街中にあふれる表情っていうものを捉えたいと思っていて それを何かこう そうですね 人々の表情を捉えたいと思っているから っていうのが一つあります はい 因為我想要拍攝 就是每個人的表情 分中心 所以我都是拍他們的正面 對 對 對 それは 虎人たちに なんかここで立てて その画面のレイアウトはちゃんとしましたか もしくは もししたなら そのどのく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時間が ほとんど もう90%くらいは話しかけた場所で そのまんま撮ります そのまんま撮ります はい 自然な形でできるだけ撮影をしたいなと思っていて 自分が作り上げることっていうのはあんまりない方がい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はい 那以我的方式就是 まあ かっこよいい写真を撮る必要はなくて まあその人がそこに生きているっていう まんまをなんか自然に撮れたら 一番いい写真なのかなって思っています 像那些セイハオ的摆拍照作品 當然也很酷 但是在我心中 我覺得最酷的是 那個人在那邊生活 最真實的樣子 我把它拍下來 這是最酷的事 他基本上沒有慾 看他都是用底片 然後你說他的什麼是什麼 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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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写真 撮られる人たちに写真を見たら なんか 答え言葉ありますか 撮られた人に写真を見た時 うん なんかこの写真がいいなって なんで なんで 私はダサく 撮れたな とか 私はダサく あー まあいいな いいな いいなとまでは言わないけど うんうん なんか何の 何の コメン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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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コメントってそんなに悪くない まあ喜んでくれる人もいるし 普通というか ありがとうくらいの なんか結構 僕が 撮る人の性格なのかわかんないけど はい あんまりその コメント 気にしないというか あーこんな感じなんだみたいな あー えーみたいな あー はい写真 みたいな でも 東京で撮影している時は そんなに 人に写真を あげたこと あげた経験というのがなくて 例えばこういう今 お店みたいなところは 持っていくか どこにいるかっていうのがわかるから うん あの 私に行きたいとかするんだけど まあ 道端ですれ違う 東京の人は まあ 僕が名刺を渡しても そんなに 自分から連絡してくる人 っていうのは そんなに少ないから うん 改めて写真をあげるっていうことは そんなに たくさん あったわけじゃない うん OK 通常 得到 他的照片的人 就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 反映 通常都是 哦 就是 一張照片就是 哦 你拍了我 這樣子 有大多数的人 在路上遇到 人 他們也 不會特別的 雖然拿到水島名片 但是也不會特別的 去跟水島連絡 像 這張照片 現在 螢幕上這張照片 是一間店 那他就會特別拿去那間店 給那個 被拍攝者 不過被拍攝者通常都不會有就是 哇 這張照片真好 或者是 這張照片不好 還是什麼的 就是 反映給他 通常都說 謝謝你拍攝這張照片 這樣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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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村 一応 オールガーグタウンの 説明 説明 というか説明 說明 就終了 什麼 常に 暮影 農透 好 好 好 可以 不想 不然 請問 那些人的感觉有点好 那关于Longhamton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先生 对 要接上 はい 请问一下 什么相机的什么样的 OK 何的カメラを使ってますか あとFlashは何的カメラを使ってますか CanonのEOS 1Vという オートフォーカスの一眼レフカメラを使っています Canon EOS 1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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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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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算是EX E-X それはプラッシュ プラッシュ このカメラとそのレンズとプラッシュを選んでいたんですか? 僕はこの 一番の理由 たくさんというかいくつか理由があって 一つは ものすごく頑丈で 壊れないで 戦争にも持っていけるようなカメラとして言われていて ものすごく頑丈で どんな天候のシチュエーションでも 頑丈さを発揮する その屈強な肉体を持っているというか そういうカメラです 一つ 第一点 我為什麼選擇這台相機 是因為 這台相機非常的強韌 比方說任何氣候都可以用 任何環境都可以用 甚至 戦争の所有都可以去用 所以我選擇這台相機 あと フォーカスを表せるスピードも めちゃくちゃ速くて 専門のスピードライトを使っているので 写真を撮る時に 自分が撮りたいと思った時に ファッと撮れる 撮りたいと思った時に スピードを速く撮れる うん よ それも一つの シャッター シャッター シャッターのスピード 違う 撮りたいなって思っ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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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フォーカスのスピードがすごく高い フォーカス はい それは シャッター シャッター 逆動か いや こういうの シャッター 自分の標準自分のまあ本来標準レンズって50mmだって言われてるんですけど 人を撮るために一番標準だと思うのが35mmで まあそれをどうしてかというと全身 身体的な距離というか 撮る時の距離がまあ大体2mから3mくらいで全身が入る距離なんですよ それが近すぎず遠くすぎず一番ちょうどいい距離だなと思って35mmを選んでいます うん まあ我平常拍攝的那個焦段是在35mm焦段 那為什麼選這個焦段呢 是因為我覺得這個焦段在拍攝被拍攝者的距離 大概2到3公尺可以拍到他們全身的那個環境是最剛好的距離 不會不會太近也不會太遠 うん やっぱり知らない人と話をしながら撮影する時に 一番はその前進を入れる biletay theторah そのきに一番いい距離 2m、2m、3m の間1番おしゃべりしながら写真を撮れる那就それが1ばんいいね うん ダスです うん? です は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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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被拍攝者的時候 他會邊跟拍攝者對話 然後邊拍攝 那他覺得大概兩三公尺的這個距離 是最適當的距離 就是不會離被拍攝太近 就是然後也不會太遠 講話聽不到 太近的話就有一點輕鬆到別人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選擇35mm這個角度 那對我來說 不管在任何時 或不用說下雨天也好 下雪天也好 或是任何天氣都好 我就是會放著我的相機 在我的背包裡面就這樣放進去 然後在任何時候 在我想拍的時候可以不拍 是對我來說比較重要 所以就是我希望可以使用 那種比較不會壞掉的相機 他有舉手 可以接收 就是想問就是因為 就是水頭太壞了 所以我就想問他就是 就是為什麼要被其他人看 被關注的一件事情 他認為觀眾看到他照片的一件事是誰 所以 所以 那為 那為 展示會 是 那為 人々 我 照片的照片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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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首先要想要不要 我设计划 所以 我认为 我认为感动的事情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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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中学生时代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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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我认为 人以外的被写体 長 那天見到先輩室的壁 感動 人們拍攝出來的一番的理由 那除了因為我是攝影師 所以我想要讓大家看看我的作品之外 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我中學時期的時候 我在前輩家所看到的照片牆 那對我來說有非常大的衝擊 然後我想要把那份感動持續的傳遞下去給其他人看 就是我當時的那份感動 跟我拍攝那些照片的感動 我想要傳達給大家一起去跟大家分享這個感覺 所以我想要給大家看我的照片 那是OK嗎? 那天見到那天的壁 我還是在前輩家看到的照片 像對我來說是衝擊非常大 所以我真的很想要分享 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當時的情緒 跟我當時看到那些照片的感動 所以我也想要做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 對螢幕感動的感動 然後他們看著 對螢幕感動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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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自己的記憶中的感觉 我看了很多人的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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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为什么把这些写真状态 我看了很多人的写真 我看了很多人 那他想要用中学时期冲及照片的 很强势去展出的 其中一个原因是 他在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 有很强的动感 比方说我看到 这个人物为什么会在这边 然后被拍摄这张照片 那个人物为什么会在那边被拍摄这张照片 有些可能会跟自己的生活有些连结 然后有些可能会让我有一些情感的想象去想象说 那个人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或者是那个被拍摄的时候在想什么呢 他都会有许多的就是 对生活跟对人物的情感的连结这样子 然后有些甚至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看到过去的自己 或者是这个跟自己好像有点像 的那种感觉 他想要 把自己的这个感觉也 传达给其他人 所以他开始很多展览 想要给大家看 好 那 那 那 哈哈哈 解说 哎 老师好 创作者好 我想请问一下 那这个 就是在街上的这个朋友 对你影响力这么大 那你现在还有跟他联络吗 或是他有没有后续就是 对你很容易听到的 对你 我会开始拍摄 那我 当时 这张 那我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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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跟那個前輩沒有特別的聯絡,但是知道他住在哪裡,然後那前輩也沒有去看過他的各站,不過有一次他們在路上有遇到,然後遇到之後呢,他們就去喝酒,然後就去喝酒,然後 然後聊了蠻長的一個天,然後就跟他說,當時我受到你那個照片牆的影響有多大,不過那個人甚至已經忘記當時自己有在拍照的事情這樣子 那對於他的前輩就是,在拍照的時候沒有,沒有特別的影響,所以那是非常有趣的 那對於他的前輩就是,在拍照的時候沒有,沒有說我特別喜歡這個朋友,所以拍或者是我特別喜歡拍照,所以拍就只是,那個時候就想說拍一下拍一下這樣子的那種感覺,讓他覺得這還蠻有趣的這樣 他問說還有其他問題嗎?有老師舉手 有老師舉手,我想問一下,拍一下展覽的那種感覺,剛才說那種感覺的那種感覺 嗯 然後我們剛才有個介紹的就是,他在那邊的那種感覺,有些是打小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在第二項目的那種感覺,然後在第二項目的那種感覺是打小差別,類似多,好像只有 其實是不是會有一個類似展覽的那個,大小比例的懸殊,覺得蠻超級的? 他前面有說過就是,經過他開設很多各展的時候,他有慢慢去進步他的部展 那我現在針對他2121的那個部展的想法去問他喔 六本紀21的展示的方法 写真有很多尺寸 還有貼方、壁、床、角、 天下太郎とか、思いついたのは? 僕は町と底に生きる人をテーマに写真を撮って歩いています 僕が街中で歩いている時に想像していることって この同じ時間の中に、みんなが泣いたり笑ったりしているって言う 那我在街拍的时候我都会记得就是在被我拍摄的那些人的情绪 有的人是笑得很开心 有的人可能很难过 有的人可能会出来 或者是有各种各种的情趣 同じ時間の中でみんなが泣いたり笑ったりしている 今こうしている時も同じ時間の中でこの街ではいろんなところでいろんな表情が生まれている そういう自分の周りにある一人一人の今っていうシーンを浮遊しているというか 自分のイメージの中にある世界っていうのを壁に張るっていう感じ ちょっと難しいのかな うーんなんか自分のイメージの感情を並べ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か うーん ちょっと分かりやすい ちょっと待って待って はい 僕は さっきちょっと話したことと同じこと言うんだけど そうですね 同じ時間の中にみんなが泣いたりいたり笑ったりいたりしている そうやって例えば僕が街を歩いていて想像する そういう時にまた脳みその中でいろんなシーン、場面、ファーメンが思い浮かぶ そこ、それがそのファーメンがいろんな脳みその中にあるじゃん バーって並んでるじゃん、画面が並んでるみたいな そういうイメージを壁に展示する 大きかったりも小さかったりもするし なんかこう点在している、街の中に点在しているその場面をイメージして 展覧会を開催している うん いいかな 自分が感じたものを重心に 霊の味噌の中に想像して うん でもその表情もいいね そんな感じ は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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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の、揺run ない これにする それに場面で Their画面を見ていく どんな位置が匿源を maximizeにする そういうとって そしてちゃんとブラスには を見えていく そこで 所以那次展覽的編排完全是他自己決定嗎?還是跟策展員討論之後就好嗎? 啊! 出來了 那麽... 完全是他自己決定的 他排完之後給這樣的人看了一下 然後就說 這樣也可以喔 這樣就過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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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先是我要介紹關於我在台灣所拍攝的作品 好可選主要 是嗎? 是 嗯 那這個是還沒有發表過的作品,就是這一次會在好地下展出的作品,那有蠻多的請大家慢慢看一下,大概一年多的作品,就是這一次會在好地下展出的作品。 我強烈的感受到我想要在台灣做創作的理由有一個。 那這個理由可能說出來會被大家嚇得不一定,因為我還沒有跟任何人說過,想說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個想法是在我2018年的時候在台北,有展示了他們的時候,我現在想像。 這是我覺得是由於 gate 攝影院攝影院當中三天之內,我已經非常疲累。 我現在也覺得自己在民宿的睡覺內睡了。 那在那個時候開設就是傍晚暖暖然後回到民宿去睡覺的時候 覺得很累很累想睡覺的時候 然後在窗戶的外頭傳出了一種電子的聲音 那當我聽到那個聲音的時候讓我感覺相當的親切相當的熟悉 當我聽到那個聲音的時候讓我感覺到相當的親切相當的熟悉 那雖然我當時很累在床上躺著準備要睡覺了 但是聽到那個聲音的時候我就爬了起來然後準備出去看一下這樣 樣子的 presidential聲音 長有了 讓我示範一下 這個時你不ожет感到的 webinars 那他聽到那個聲音其實就是垃圾車的聲音 然後聽到垃圾車的聲音的時候 他就覺得很親切然後就跑出去看一下 然後他就映入眼點的是大家在排隊丟垃圾場景 でも僕は最初そのゴミ収集車の音っていうのが 何の音かっていうのがまだ分か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よ 音だけ聞こえててゴミ収集車がまだ来てないからね その時にもしかしたらこれからみんなが並んでるから お祭りっていうかフォードみたいなのが始まるんだと思って その時にどうして俺カメラ持ってこなかったんだろうって思ったんですよ 那當他聽到那個垃圾車的聲音的時候 他還不知道那個是垃圾車 他只覺得說是不是有什麼活動在那邊要舉辦 還是有什麼什麼特別的事情在那邊要舉辦 然後我為什麼沒有帶相機在身上 でもよく見るとそこにいる人々は なんかみんな生活観のTシャツに なんかハンジボってかいって なんかこう袋もで立っていて であまり顔も笑ってないし楽しかった それがねすごく外国人の方として すごく不思議な風景に思えたんですよね うん まあそれですね 那他因為是那個倒垃圾的排隊場景嘛 就是跟他原本想像的是一個辦特別活動的那種感覺 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他看到的時候 就是大家就是穿著一般生活的衣服 然後拎著一個袋子 然後也沒有特別開心的表情 就是很平常的在那邊的樣子 然後我 targeted 那一湾的 KI Luci 龍ff 那一湾的装備 像水組 pancake那一湾的家 那一湾的家 很多人的表情 他們是無表情的我旁邊通過了 但是他們是無表情的 所以我以為 我以為有很多人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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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时候呢就黄色的垃圾车就来了 然后那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原来这个就是 就是垃圾车的声音然后大家是来倒垃圾的 那当然大家倒完垃圾之后就慢慢走回去 回到自己的家 那回到自己的家走回去的这个过程中大家就这样子经过我一直经过我 不过大家是没有表情的 一样是 就是很平常没有表情的经过我但是 但是在我的脑袋的想象里面 就突然有很大冲击突然出现了很多表情 那是台湾的路上的道端里有 很濃厚的生活的能量 那在那个时刻我所感觉到是非常 浓厚的一个 台湾的生活的那种能量感 在台湾生活的能量感 那就是这个浓厚的 一个很强的一个 POWER的那个热射车的声音呢 会把我一直吸过去 有一种把大家吸过去的那种感觉 对他来说是这样子 那种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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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说是这样子 我说是这样子 那种产生的 我不是一人的一个人 通过去的那个人 我说是中国人 我自己的外国人としてそれを見ていた それがね 悔しいなって思ったんですよ だってあんなに感動したのに 僕は写真撮りたいなって思ったけど でも僕はここに生きる一人としてではなく それは外国人として撮るってことになっちゃうじゃん でもそれはすごい悔しいじゃん だって僕はここに生きる一人ではない でもすごい感動 この目の前の出来事に感動しているのに 僕はここには参加できないような感じがしたのが すごい悔しかった で まあそんな感じ 当他在就是 倒完垃圾 就是看 看完整個垃圾車 倒垃圾的過程之中 他感到相当的就是 很不甘心 為什麼我不是 在這裏生活的人 為什麼我是一個外国人 而不是在這裏生活的人 好像我沒有辦法融入大家的那種感覺 だからこそ もしも台湾で写真を撮りたいなら この生活エネルギーを 受け取って写真の世界に 受け継ぎたいなら ここで暮らさないとダメだと思って それが台湾に来たきっかけ 住み始めたきっかけ で まあさ 僕もね ゴミ収集車の列に並んで 近所の人々とかとね ワンちゃん可愛いねとか そういう風に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取り合って みんなと同じ場所で その写真を撮りたい そうすることにたどんな 僕の作品としては そういうことに意味がある でも その映像 なぜなぜ その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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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で 土地の墓地 たくさんの ソウル スティエル ラリン タイワー スティエル スティエル 然後深刻的去深入台灣這個文化 生活的文化 然後在住下來之後 我去到那時候 我也會去跟旁邊路人做一些交流 比方說你狗狗很可愛喔 什麼之類的 跟他們做一個 就是做一個深入的 深入的進入台灣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 пока 我去年剛開始做完 organ上的工作 我就 развolv了 所以在台湾見面 就在台湾生活中 我去年到台灣的工作 我希望能夠成為作品制作 所以我去台灣2020年7月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我想要長期的留在台灣 所以我申請了台灣的Walking How to Resort 然後讓我可以長期的待在台灣去好好感受在這邊的生活跟這裡的文化 那我可以真正的進入台灣這個社會裡面 然後這邊我跟大家說聲抱歉 因為我害怕文字的程度就跟大家害怕蟑螂的程度差不多 所以我一直很心情很不好意思我剛剛打的文字 那所以我從來台灣去台灣 我從來台灣沒有拍攝的事 所以我從來沒有拍攝的開始 所以我從來只是街中歩著 所以我一直拍攝的照片 那在台灣之前我還沒有真的在台灣拍過照片 總而言之我生前的Walking How to Resort 我就像在台灣生活一樣 我就像在日本生活一樣 反正就走在路上 然後開始拍攝了我的台灣的這些照片 這麼也再見 對於每逢自然間歩著整理的 每逢自然間歩著會 所以我看了 那些人的表情是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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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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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 那些人的 人生的 那些人的 所有的 人的生活 在台湾 在台湾生活的 這段期間 我也是 大概每天都會聽到 至少一次 垃圾車的聲音 那垃圾車的聲音 對我來說 還蠻特別的是 它是一個 涵蓋著台灣的 每個人的整個 生活的一個環節 就是 就是 會有 會有很多故事 產生出來的那種感覺 對我來說還蠻深刻 抱歉 對 那些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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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語 通過過的 那些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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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那些人 那些人的 那些人的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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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影響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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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因為那個垃圾車一直就是在全臺灣都有嘛 然後他就是每天都會在臺灣的每一個街道循環 那我就也想要像垃圾車一樣在臺灣做一個巡迴的拍攝 然後去記錄大家的故事大家的生活 所以我決定在臺灣環島 我會在街上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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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會在街上走的地方 那個趨勢を 純 那我在環島的時候就是我會遇到很多人嘛 然後每個人都會有每個人的一天 那我想要透過我的快門去抓住每個人的那個一天的一個瞬間 然後去結合成一個很大的一個 集體的生活的那種感覺 作り話とか冗談を言ってるように聞こえるかもしれないんですけど 本当の理由なんですよね 海を越えて暮らし始める理由として 相応しくはないのかもしれないんだけど そういう理由で僕は今台湾に来てます 例えばファンダー OK 那因為就是垃圾車的理由讓我想要跨洋過海到台灣來生活 感覺是一個就是開玩笑的理由 但我真的就是因為這個理由 所以想要在台灣這個地方深入的生活 然後深入的開下每一個人的瞬間然後創造出一個生活 所以想要在台灣的地方深入的地方深入的地方 然後再講一遍 あと5分で説明終わるから 最終的にそのファンダオっていう自分の作品を終えたら なんかこう元の場所に戻ってい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を思ってて その場所と場所っていうのは でも なんだろう 違う仕事なんだよな でもね でも大事なことここはね すごく大事なことだから 同じ場所に戻るけど違う場所にもそうだ でもなんかすごく うん じゃあ一旦ここ うん 所謂環島大家應該就是有一個印象就是我從A点到A点 就是我環了一圈從A点到A点 從台北到台北 就是回到同樣一個地方 但是每次的環島對我來說就是從一個地方 從A点到可能我回到的會是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到B点 こうやって 僕 まだこの作品は終わってなくて まだ続ける作品なんだけど まあこの作品が終わりました ファンダを終えましたって時でも 終えた時でも同じ足元で 別にその一日ってすごく 僕にとってその特別な一日ではないんだろうなっていう風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よ どんな一日かっていうと まあその日もやっぱり遠くからそのゴミ収集車の音が聞こえてきて まあ自分もねそのゴミを持って まあその辺に落ちてたなんかパーカーとか なんか上に羽織って なんか外に出て なんか喋って なんかこう みんなと一緒にさ こんにちは みはりはーとか言って なんか喋って でも なんか でもその時は 僕はなんかこう台湾に生きる一人として なんかこう 同じ平凡な一日なんだけど なんかこう台湾に生きる一人として なんかそこに生きる 街とそこに生きる一人として なんかこう その 一日というか平凡な一日を なんかこう迎えら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いて それが 僕の作品のなんかテーマというか 今日 普通な今日っていう一日 はい ただその時はそこに生きる一人として それが僕の作品のクライマックスとして 正しい終わり方なんじゃないのかな それがファンガオのおしまいなんじゃないのかな はい はい その時は これが私の作品なので それが私の作品の作品は それが僕の作品なので それとして それから私が僕たちを見る必要が好きは それが私たちとするぞ それが私たちとして 就是一個蠻有趣的事情 就是在台灣的環島的過程中 我看不見 但是... 我看不見 對不起 這個環島 最終的結論 我地 dope 透過環島這件事情 我想要... 我想要得到的其實就是一個 我是在這裡跟大家一起生活 我想要得到一個 我也是這裡的人的那種舒適感 我就是台灣人的那種感覺 那像一般我們平常在就是生活的樣子 就是大家會覺得很普通 但其實我們平常的生活就是證明我們正在生活的樣子 就其實不是那麼的普通 它就是一個證明存在的這個樣子 所以我想要透過換的把我存在 或者是被拍攝者的存在所記錄下來 那這分鐘你還沒有看到其他就是 一邊看一下 等一下 這個質問是這個嗎 因為時間好像有點差不多 然後可能還有問題 所以可以 喔對他說可以問問題 沒關係 然後那個小位 有很多你要問問題 有啊我已經在發問了 好請小會發問 好水導你好我是小會 你好 好 有開吧 我們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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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有聽到 那個 有開嗎 現在這樣有開嗎 有 有 有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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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開 我們現在聽那個小會的講 請問大家有開嗎 好 好 那我請問一下那個 就是說 其實 看到你 其實從一個外國 算是一個外國人的角度來看自己 台灣的這些照片 覺得很有趣 那因為 台灣人是很想流出過 風經一次以後 就覺得風經很乾淨這樣 然後再來看 那個水導先生 你拍的這些人的取樣 然後我說那個整個環境 然後跟 那個就是說 跟我想像的日文好像有點不大一樣這樣 那我要想的的是說 不知道那個水導先生在日文後 對於人的取樣 拍攝對象的取樣 跟在台灣人的對象的取樣 感覺是有不一樣 就是說 感覺在台灣的 你拍攝的接拍的人的取樣 是比較是 一般民眾的這樣子的取樣 可是你在 日本的那個拍攝的取樣 有 就是比較有限定在某一種 某一種範圍這樣子 所以說從 我說從照片裡面看 就是說像 像就是會有所 就是說感覺那個人的處是不一樣 不知道說這種取樣是不是 特別的限定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先從這個問題開始 我們先從這個問題開始 嗯 好 比如說 日本人的取得 人們 固定的 ホームレース とか 事情が合適 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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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台湾是自然而在日本的地方的地方 是在我所的地方的地方 零から零から 那我所在日本的地方的地方 我所在在日本的地方的地方 東京都大田区 台北也很小的地方 台湾的地方的生活 生活 生活のエネルギーっていうものを 写真の中に閉じ込めようと思ったら 今まで撮っている人のような ばっかりを映していけばダメだと思った とにかく通り 普通の日常を ちゃんと映し取らないものだと思った っていうのが違いの理由なのか ちょっと説明になっているかどうか どうもやっているのか 日本の映画を撮ったり 写真に映画を撮影したい 写真を撮影している 写真を撮影したり 写真を撮影したい 写真は絶対にある 写真を撮影したり 写真を撮影したり 在台灣對我來說每一個事情都是從零開始的 也就是說對我來說每件事情都是相當特別的 改變我想要拍攝的那種想法是因為我突然覺得 其實每個人的生活就是一個環節 這個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並不是什麼特定的事 或者是特定的一天 我才要做什麼 特定的舉動 就是這些平常的生活就創造了 每一個人的人生的一部分 那麼 我們再繼續看看 東京拍攝《Long Hark Town》的作品是 自分自身的居場的故事 對於台灣的作品是 對於台灣的作品 對於台灣的作品 就像是嘘的 就像是嘘的 那些世界観的 那些世界観的 音楽団的世界観に合わせて 写真を撮影してしまう 就像是 那些 那些 那些人的世界観的 台湾的 pocor de more one another 自分が ここに生きていくっていう という 世界観を作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た なんか なるほど そうそう だって 最初に悔しいって思った ここに 生きる一人として 一個人に並べないってことが悔しいと思った ここで居場所が欲しいと思った だから 當然,當然是有很多人的地方,但 但是,你不想做到台灣的地方, 如果有照片,你不想做台灣的地方, 你不想做台灣的地方, 你不想做到台灣的作品, 那首先我如果我把在東京就是原本我的生活 然後就就依照那個我在東京的生活圈的那個形式 就這樣子直接搬到台灣來的話 就有一種那種就是我還是一個外國人的感覺 我就是我就是只是把一個把我在東京的那個東京的樣子 然後繼續在台灣繼續繼續在做一樣的事情 但對我來說我深刻的感覺到 我第一次聽到垃圾車的聲音的時候 我深刻的感覺到很不甘心的是 為什麼我不能拿著同樣拿著垃圾袋一起去倒垃圾 為什麼我不是這裡的人 所以我想要在台灣就是從零開始 然後融入這裡的生活 所以對我來說 台灣這邊的那個生活的每一個樣子每一個樣貌 就是我創造我在台灣的一個舒適的環境的那種方式 就是我並不是像在日本一樣就是 原本就是我熟識的地方 原本就是我熟識的地方 然後去找一個我的舒適的環境 而是我從零到有在享受台灣的生活的這種感覺 對不起我還有第二個問題很快 好 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因為我發現水島的那個拍攝的方式 就很像在收集那個雕本的那個感覺 就是有點像說人類學 或是說就是會收集很多很多的 不論是人或是人在一個環境的這樣子的一個影像 然後因為它很多很多 它就變成很像就是一個很大的 比如說像那個什麼劍啊 或是說像這樣子 或者說一個像標本的感覺 那我不知道說 不知道說水島它除了 就是說除了攝影機 我不知道說你自己本身的那個背景 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訓練啊 或是這樣子的一個屬性 就是像去收集很多的這樣子 一種標 一種就是一種圖像 或是一種標本的這樣子的一個興趣這樣子 比如說像檔案這樣子 對對對像檔案這樣子 就是就是無論它在 就是很直接的 就是無論是人在的感覺 對不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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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積聚することを感じているので 瑞穂さんはこういう神奉教的趣味があるんですか 例えば動物の写真とか物を注意したりとか 虫の物を注意したりとかを収集することが 你不懂得到的嗎 那是沒有 現在 一応 作品的 撮影計劃 我會在拍攝影機 我會拍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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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奏 不用算 花更金 就不可能 就不可能 一旦 先通常 一旦 就不可能 一旦 中 と 一日 一旦 込 一旦 就算了 比赦更延長 但又是下距離 以後 外側的風景 色々混在 最終的には 作品使用 他人だけ スナップ 風景 色々 作品 多分 他沒有特別喜歡收集什麼的興趣 但是 或許他在想說或許會讓人感覺他在收集 的感覺是因為 因為他想要用 他就是想要用底片相機去拍照 那底片這個東西又很貴 但是他又想要拍很多 所以他一開始來台灣的時候就特定的去拍人 然後沒有去拍其他東西 一開始的時候就是很特定的去拍人 人物這樣子 所以會讓你有一種收集的感覺吧 那在因為 簽證有 因為那個疫情延長的關係 所以開始也會有拍一些 除了人以外的景 會有一點點這樣子 でも 例えば でも 收集っていうのとは またちょっと どうなるのか分からないけど やっぱり 僕は街を歩いてる時に 人の表情が並んでいるっていうのを やっぱりイメージしているから なんか 収集 そういう意味では 合ってるのかもしれない 人々の表情っていうのを 街歩いてる時にいろんな人の表情がバーっと 頭の中で思い浮かぶ それをなんかこう街歩いて拾い集めたい というような感覚があるから それは収集 という 言われれば収集なのかもしれない と今思いました 不過 就是 在我拍每個人 的時候 我確實是蠻喜歡拍每個人的 狀態跟表情的 那 現在被說 被提到就是 關於 收集這件事情 我才意識到說 欸 或許我也就是在收集 那些人的表情這樣 人的表情很情緒一樣 ok 謝謝 謝謝 はい 有兩位舉授 2位 那 每次要寫真実院 然後 精簡一下文明 是 有兩個問題 基本上有一個 一個 一個 記者 記者 就是 他 在 2009年的時候 從 東京 中部局長 畢業 那 從2009年到現在 過的是什麼 我想要問他 有沒有在 創作的 生涯中 印象中 比較深刻的對於 攝影這件事情 產生 疑惑 或者是質疑 或者是甚至對他自信來找的事情 會不太確定的呢 想要問他有沒有這樣 一官口先去 那個宣傳 月娥通過時 原來的是 十三公里 十三公里 在山間出演する外 繋いでるとか 何を取ろうとか 自分の形を探すこととかはありましたか うん 人を取ろうって事だけは 一回も変わったことはないんだけど 所以那是人を取りたいっていう気持ちを どういう風に人を取ろうかなっていうことを ずっと考えてました それが論画博丹の作品を通して ある種一つの自分の今の考えが 思い上が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という 作品を作りました 那對他的相當有空挫過 不过在我拍人像的这件事 是没有改变过的 就是顶多就是去思考 说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制作一个作品集 这样子 或是拍摄手法也差不多 但就是没有改变过 我想要拍人的这个状态 OK 他有一个他有两个问题 他有一个想交互讨论 但是时间有点缺 他有两个问题 所以要问他 所以要问他 那些底片都是底片的版式 然后我想请了 他照片都是 自己去冲洗的方向 然后还有 再来是如果这些照片不是用底片的形式去拍摄跟呈现 他他会改变照片本身的感受 想要问一下你刚刚说的 你刚第一个问题的意思是 是他自己冲洗的底片还是他送去别人那边冲洗的吗 他说他不是自己冲洗的 他不是自己冲洗的 他说他不是自己冲洗的 他有两个问题的问题是 如果拍了廣角色 也要 overwhelming 如果你拍了照片子 如果拍了照片子 如果拍了照片子的影響 有什麼東西可以拍拖呢 我在拍了一段時間 やって不 pist明 只可以拍照照片子 會喜歡這個 節能 他們喜歡有甚麼存在 會喜歡這個照片子的照片子 我喜歡拍照 从那里面太多了 啊 啊 如果沒有了 是 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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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驚訝 會超小的感情 本來都是 �ited 或者 sarc荷 香港聊得通過 比較安 很便宜,很便宜 有很多東西 但是 拍照照片 存在 是害怕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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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 存在 一種 一種 形 那主要他也有使用過一次那個數位相機拍攝 但是他在使用數位相機拍攝的時候讓他感覺到是非常害怕的 因為他喜歡那種底片會真實的留下一個底片 檔案是不會不見的就是真實的有一個東西會存在會留下來的那種感覺讓他感到安心 那像使用數位相機算就是比較省錢一點 但是會讓他感覺到相當的不安 所以他選擇用底片這樣 因為我主要是想說照片拍攝出來給人的感受 也會被使用的那一場底片的視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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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可以可以再問問題沒有關係 嗯 可以 對 對 他也很熱烈 跟他有其他問題 那 郭老師有沒有其他要說 再說 謝謝大家的熱切的回應 我想有問題的可以之後再問 因為田老師的學生和我軍都有寫那個展覽新的 那邊都可以再把 對 接下來我們可以傳達給水寶 如果需要的話就 還要請大學徒 最老可以我們再傳達給水寶 這樣子是可以的 你們可以用寫的方式把它寫下來 是 那 OK 那另外 好 我就再做個簡單的結尾 另外就是因為4月30號開幕的時候 那個 吹老先生 他 說 欸 講得好像又一樣 所以 也邀請了很多工作 對於 對於 社群更深入的了解工作 尤其是 其實今天要講很多 不過稍微 說一下起來 大概至三個時期 社群 其實社群對我來講就是 其實社群對我來講就是 有種 有一種 無影無影狀的 來賞起 就是說 可以感覺到 他其實花很多時間跟人相距 然後你可以看到 除了 後面的這些 所謂比較 人相面對 鏡頭這樣 擺設之後 你會看到很多的 狀態 那這些狀態 或許是因為 不管他們是在外面 有這種 疏離感 或是人的一種 事件 那 我覺得 他應該會帶一點點 會 或許就是 這個無影狀況 這件事情 來生氣 但是呢 我其實對他那時候 他就開始拍正面的肖像 這種事情 我就覺得 他稍微有一點 因為這種正面肖像 尤其他拍的正面肖像 給我們感覺是一種 他帶著一種對方的尊嚴 甚至是原本志氣 然後看著當中是原本志氣 那這個東西 一直延伸到大田去 他才能做 然後到台灣的話 除了 我看到更多友善之外 然後我看到一種禮物多一點 我覺得有點像是 我到 其他地方住宵 我可以感受到一種 就是說 因為 因為 離開了 我覺得 在日本應該有 某種 應該有很多 他會不會有情 或許是這樣子 但是台灣可怕是更解放的 所以我剛才從他拍完的照片 我看到很多更 更輕鬆自在的 搖 還有他拍了好多 除了 其實除了人之外 還有很多 其實很多 很多 仔細一點 然後我覺得 然後我覺得 你 不敢解釋那個 盡頭的距離感 這也是一樣 就是那個舒坦的狀態 這是朋友 那對我來說 做一個很像攝影師 也是可以 多為一個地 因為 如果你拍過這些相對的 有時候 很容易 有一種焦慮感 和一種疏離感 但是我看到他的出現 其實或許在下一次的做談的時候 我可以多問他 這樣子的問題 讓他知道 他其實怎麼可能 能去接觸 那 這整個 形狀出來 我覺得 就是 會不會 整個不管 的地方 或是 人物的 印象 然後 一個 比較像環境小巷 這是大概有一些 就是 回規 也不算是問題 然後 下一次 4月30號的時候 再多一些提供 那 有沒有其他的 水寶 應該 水寶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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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麻煩 可是 如果 沒有其他的 我提供的話 是這邊有 就歡迎大家 給大家 做到 自己的 買水寶 我想 無論 還有 問題 哈哈 哈哈 我想時間 差不多 今天 可以講 可以 開一下 鏡頭 他在拍個大合照 把髮合照 提供到 經驗品 還有 還在線上的同學 我先拿這個畫面 畫面 看 拿 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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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ard 我们在那个画面多大最多可能49位 但还有十几位同学 我们还不知道 就可能等一下我们另外拍一张 我们就看能够正常 先拍一张的特别人 好 好来 请 3 2 1 好 太好了 谢谢 谢谢师傅先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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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先退出